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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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的品牌 其实就是企业的灵魂 我想 品为本 排为序 这两者 缺一不可 一个为实 另一个则为序 可是如果没有正确处理好 这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或者是孰众孰亲 那么这个企业 就不可能真正产生好的品牌 有人却跟我说 今天的新上海 已经有了自己的牌子 怎么样才能提高它的利润空间呢 我还是会话一句 我们所开发的地产 反利润超过百分之二的界限 就坚决不做 请坐 我说肖东 您到公司来 事先也不打个招 因为我 没把罪当外人 打奖你的妈 哪儿的话 我说徐丁啊 你把这上市公司 经营得这么好 这是令我佩服 我说肖东 您今儿来 不会就是为了夸我吧 您哪 一定有事 我呀 想请你这大忙人 陪我出去到处走走 好啊 我呢 也想出去考察考察 为我们的上市公司 寻求拓展的空间 那太好了 咱们就一言为定啊 怎么会是这样 前几天你还派着新武向往保证 一定没关系 白叔 我们大洋集团 每年都有几十个亿的销售数 在上海的地产地 也算是平一样 这样的业绩 怎么会输给一个通报指导数 白叔 你先听我说吧 大洋集团的业绩 是不错的 你可以说是很辉煌 可是呢 你为了合体密税 开了那么多份公司 导致业绩分散 肖养杀呢 他失业的路线 中国政府是很支持的 人家还不做比较 还选择 这次又输给肖养杀 肖家并不是一个无缝的鸡蛋 只要用心去传 肯定可以找到下手的地方 我向你保证 你又保证 我相信一句话 谁笑到最后 谁笑到最后 只要白叔给我一些信息 给我一些时间 我肯定可以把通报集团 肖养杀 哎 任性啊 嗯 我这次答应陪肖总 陪草总 主要是想让他了解我那越来越好的经济形势和投资关系 嗯 也算是我嘛 对老人家尽点益 另外呢 我自己也想对一些省份的市场情况增加一些了解 我看 你这些天也在累 趁这个机会好好休息 嗯 来 哎 我说 我怎么看 这老头越来越喜欢你 真的 你要真能看上这么一个老丈人 也是挺好的事 你这人什么都好 就我这张嘴不怎么样 累人呢 没把门的 哎 你以前的惹的事呢 你怎么不接受教育呢 那你得看分谁不是 对谁也应该有 啊 我自己来 我陪你 来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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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 何方观察 подпис 随域 转dar cay 跳 section 有 小康 证券公司一再强调 我们所承报的数据 必须得经过审计和查核 所以你一定得亲自监督 审核每一份要承报的文件 不能出一点差错 放心吧 我会对此负责到底的 萧总 刚才收到一份 从台北发来的佳记传真 什么事情 是我们公司在台湾股票情况的通报 上面说 由于台湾流传了一些 关于通贸集团的谣言 所以股市场出现了波动 尽管下跌不大 但却是我们通贸电信股 第一次出现动摇 所以董事会 特此向萧阳山董事长告急 快给我看看 请问 请问 留意 我想也很快就没事 那好吧 你们是知道的 我对股票一向都没兴趣 更何况是他们肖家在台湾的股票 那白叔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吗 机会 他们的股票跟我们是不关系 关系就大了 收拾看 我想先问一下白叔 肖养山这么努力 希望把公司在上海上市 为了什么 他们当然是想把集团做强做大 那白叔能不能预测一下 未来两年 你跟肖养山的实力对比呢 跟他比啊 在大陆这块 我输不了他多少 别怪我直说 我看情况不是很乐观 因为肖养山那家通报集团 可以上市 非常上市公司 到时候可以吸引一大批的股民投资资金 到时候 我们会处于下风 你是在长他人的志气 我不是这个意思 当然我跟华云天 也不希望看到这一天的来临 是 老板 李总所讲的也正是我所担心的 还有 肖家妇女在徐宁的怂恿下 大举进军投资大陆 这个举动呢 对待台湾的资产肯定做出分散 这时候 我们就来一招前门放剑 后门放火 如何呢 台湾当局对肖养山投资大陆 拥有影响 而且对同胞集团进行调查 这时候呢 我们就配合一下 诱导肖市的股票下跌 肖养山当然不可能把所有资金测回台湾这个时候 实际成熟 白叔可以趁地吃金 等肖养山醒悟的时候 可能白叔已经是最大的 你这招啊 虽然是泰斯 可是也蛮高敏的 还有 你跟肖养山不一样 如果你要参与呢 台湾当局肯定会大力支持 因为你是把钱带回台湾了 事情弄好了 我想肖养山再上台这些上司公司 也应该改成姓白了 好 我就跟那个肖老头玩这一把 老板 虽然我也同意李总的意见 但是 你做出这样的决定 也得慎重一下 我是怕肖氏压过咱们 可是咱们大汉集团在上海的业绩也挺好的 为什么非要跑到台湾 你这怕什么意思 我只不过就事论事嘛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好了好了 我心里有事 请你啊 这个协议很神效啊 来来来来 我代表通貌集团 预祝和你们新上海国际集团 合作顺利 干杯 走 我代表新上海的全体股东和支援 向您和通貌制造公司表示感谢 哎 你这么说就见外了 哈哈 所谓合作 就不是谁对谁施舍 而是互相支持 立真双赢 好 来来来 来这 出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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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君嵂 我还点事 我先走了 靳云 你们接着谈吧 对不起啊 焦老爷子好像遇上麻烦了 您看出来没有 是啊 没什么大事 不会就这么离开 对 好像麻烦也不小 这通貌制造在大陆已经逐步怎么正规 在大陆和上海方面 应该不会有什么麻烦 会不会是台湾方面出现什么问题了 有可能 你又没看这两天的凤凰卫视 台湾的股票跌得一塌糊涂 爸 发生什么事了 台湾当局在叫上我们通貌集团 投资大陆的行为 他们真的追过来了 可是为什么偏偏 二人在台湾股票大抵的时候呢 所谓啊 山雨欲来风满楼 其实我一早就遇见 是不是你们在捣乱 可能 如果这件事情处理不好的话 会引起很大的麻烦呢 爸 能不能再说明白一点 我也想说啊 有人想借机会 打击我们在台湾的上市公司 会是谁呢 不知道 不行 我今天要赶回台北 靳远 上海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爸 又我陪你一块回去啊 不行啊 这里的业务 一刻都不能停 啊 万叔 在台北还好吗 我们这边天气很好 艳阳高照 上海怎么样 上海天气还好 我告诉你啊 我这个后院放火 可放得有声有色啊 这些前门房间 也得搞出点弄清楚啊 老师 肖养山已经离开上海 如果我没有估计错误的话 肖养山这个老头 是回台北救火的 肖养山 我看 他快不行了 加德 你说我这一招 真的能够掐住肖养山的死穴吗 谁能够掐住肖养山的死穴 就是 那股丶的病人 你只能够掐住肖养山的死穴 在电务里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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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我正在跟有关的方面联络 设法减低这次风波 引起的不利影响 你进行的几个投资谈判 我看 暂时缓一段时间 好 我知道 那我就等台湾那边 有进步消息 再做行动了 好 那就先这样 拜拜 靳远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那三家公司都已经回话了 原则上同意我们的收购方案 现在 是万事俱备 只等你我北上去签订合同了 许宁 这事可能要暂缓一下 过几天再先吧 为什么呀 靳远 是不是你老爸的意思 是不是台湾的股市 情况不太好 急需大笔的资金做预备 我也不知道 不过想我爸 可能真的遇到棘手问题了吗 各位各位 各位各位 却用不着紧张 当局这次的追查 虽然是符合法律 可是我们通告集团 在大陆所有的投资 并没有动用过台湾一点的资金 所以政府在查 也只是徒劳无功 毫无证据 萧董说的没错 萧董这么过人 领导的集团在商场上 旅游斩获 另一方面又能征设规范 胸中有股底气 才这样不怕别人算计 政府既然怀扰了通贸集团 干脆咱们就大胆地迈出这一步 真的调集大地资金 投资大陆 那样 或许反而倒有更大的发展 萧董 您看 您的建议想法很好 可是实际味道 目前不是跟当局怄气的时候 最关键的问题 是怎么样阻止我们的股票下滑 萧董 刚刚见到证券市场的报告 我们的那只股票已经开始上扬了 哎呀 吃个好兆头啊 这也是太低了 各位 事情不是我们想象的这么简单 对不起啊 喂 静悦啊 爸 我跟徐宁对这几家公司 又做了进一步的考察 我认为 现在是签约最好的时期 如果现在就放弃了 真的很可惜 我们这对情况比较微妙 不过并没恶化 这样吧 这几个项目 继续进行 这份投资合同 你赶快发出去 对方你等了好几天 心里都不踏实了 好 马上去办 新年 你提出的品牌战略 对社会宣传以来 反显很大呀 我敢打网票 咱们那些竞争对手 下一步肯定要学 咱们那样子进行炒作 我说人家 其实对企业来说 炒作只能用得了一事 却管不了一事 对 咱们两个新楼盘 技术建设已经开始了 只要你的资金 及时到位 我保证一年之内交楼 相信还能卖个满堂红 进来 徐总 销售处打电话来说 一些市民从报上看到 新上海集团的新楼 即将建起的消息 纷纷询问 是不是可以提前预定 销售处想请示一下 徐总的意见 好啊 那你让销售处答复他们 什么时候盖好楼房 什么时候才开始出售 好 那我就这样去回话 徐宁 这么大好的机会 就让他白白放过了 新上海集团有过承诺 只实行现房出售 不是 徐宁 你是不是让钱多烧的 这么好的一手机会 你不把握 多可惜 你代表集团做出那些承诺 在你的眼里 面子是不是比钱还重要 风貌电器股票价格 刚一上扬 现在又开始往下掉 看来情况真的很微妙啊 来自证券市场 和媒体的消息显示 仅这么一只腾 股民们已经感觉到 是有人在操纵股市 已经有23%的受调查者 表示对咱们这只股票 失去了信心 外界也在疯传 是有人故意捣鬼 想搅乱股市 股票一滴 咱们只要采取王立普的对策 肖董 快做决定吧 喂 靳远 你上海警官怎么面 我在开董事会呢 什么 果然是他 那好 知道对了是谁 我就办 下联络 各位 这件事情弄清楚 导致我们股票下滑的原因 既是天灾 也是人祸 是天灾吗 是因为台湾的经济 最近好不好 说的人祸 的确有人在我们背后操纵 在兴风作浪 董事长 背后捣鬼到底是谁呢 就是大洋集团的 白浩然 或者是 白文轩 又是他 一说到底能够搞鬼 我就想到不会是谁呢 肯定是他 金白的为什么 地上我们不放呢 现在大家都知道 是谁在背后搞鬼 发表一下意见吧 我的意见 还是继续放 继续放 你以为 他白浩然 有多大胃口啊 我们还是不应该 低估了白浩然的实力 这些年 他在上海 是发了大财 如果他真要通通知情 未明没有可能啊 如今 补标肚子在收拾 我们不应该放过 这次机会 白浩然既然想张光 我们有利可投 那我们怕什么呢 你懂什么 那么一点点钱 你就掉眼珠子了 你的脖子上 咱的脑袋很前代呀 好了好了 都不要吵了 还是听听 董事长的意见吧 换了别人 你就罢了 既然是白浩然 继续放 老板 小小山那边 大量的抛出股票 那我们怎么办 好啊 我就来他一个通吃 还是有点担心 那样的话 耗尽咱们的财力 到最后 两败之差 不敢轻易冒风险 这就是 香养山医患祖福 我已经算怎了 他绝对不敢 抛出他手中的国家 这次我是使出浑身信术 为本集团 拿下了三块好地皮 这一轮面积 五十多万平方米 这就为你打造地产旗舰 提供了极好的机遇 就看你有没有钱了 需要多少资金 不多不少 四个亿 本来呢 要拿出这笔钱 长河和新上海 两家公司凑一凑 应该没多到问题 可是最近以来 我们似乎底气不太足 总怕应付不了 突然的变故 你是说 台湾的股票大战 会影响到我们的业务发展 文贤 不管怎么说 我认为这次白浩然 他趁台湾股票风波 对通貌集团 落井下石的做法 对谁都没有好处 最终的结果 不仅仅是两败俱伤 很可能会伤及到无辜 你说白浩然这老东西 挣了两个臭钱 就历令至婚 他不瞎搅和别人 是不是闲着难受的 还有人家 我们曾经答应靳云 协助他收购那几家公司 可是从现在看来 他们那一方的支付 看来出现了麻烦了 这些年 萧氏妇女是帮了咱们不少 所以人家有困难 咱也应该帮人家 是吧 但是别太过分 是个二者就行了 我的意思是呢 我是很想拿进那几块地皮 我拿不下来 我睡不着觉 我吃不下饭 我 好吧 等靳云来了 咱们好好跟他谈谈 行 请进 我说靳云啊 你可真手势 分秒不差 咱们不是说好这个时间的吗 是 这不我跟任贤 都在一块等着呢吗 夏小姐 台湾方面有什么最新消息吗 有 我爸 已经公开应战了 鸟脑 通宝的价格下跌了 通宝吃劲 价格给我提高 通宝吃劲 萧阳山 萧阳山 我终于等到这一天 因为我两个的决战 今天才刚刚开始 我发现那么无瑕管上海的事情 在我来之前他还打电话告诉我 除了正常业务 叫我放下手边所有的拓展事宜 我真的很担心 这样子下去的话 这个局面开始无法收拾 二靖宇 你们家老爷子也是啊 干嘛要硬撑着 大撒把不就完了 不 你们都不了解我爸 对通宝的感情 那等于是他一手养大的孩子 除非是迫不得已 他才会把股份让给别人 不然 那会是要他的老命的 哎 静云 李佳德 他知道台北的情况吗 他说 他也不了解白浩然 到底想怎么样 不过他觉得 现在正是他春风得意的时候 他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更不会小打小弄 这么说 李佳德这次没缠过金钱 反正他现在都留在上海 李佳德这个家伙 西瓜吊在油楼里 滑头一个 我是静云 你可得防着他点 任性 谢谢您的提醒 静云 你想过没有 要再这么拖下去的话 通贸制造就很可能会失去 收购东北西北那几家国有公司 并且从主上市的大好机会 而萧董继续西进的战略计划 就很可能会泡汤 我有种预感 白浩然这次绝对不是心血来潮 而是续梦依旧 续梦 坦白说 我很需要你的帮忙 续梦 我知道这个时候 是你们正需要大笔资金 投入地产的时候 我不该在这个时候开口 算吗 你知道我没有收过 对不起 我让你为难了 静云 我答应帮助你们 你们收购那几家工厂的资金 我们先付上 要是不够的话 咱们再一块想办法 新年 你看 等一下 你们俩都是我的好朋友 你说这朋友之间 是不是只有在患难之中 才能体现出真正的价值 对 我看这样吧 明天咱们就开始运作起来 如果有什么问题 咱们共同解决 也好让萧董 在台北安安心心地 应付那的局面 许宁 我代表我爸爸谢谢你 李先生 在我们告诉你好消息以前 我想问问 大阳集团大概什么时候会向我们申请地亚贷款 三个月之内 真的吗 我以个人信誉保证 跟着我们的评估 大阳集团在上海有资格进行地亚的资产 中工为51人民币 你相信你认为这个数据公正吗 但是我还有一个要求 与你合作 你的条件总是特别多 如果我允许 你们对大阳集团的评估 倒是40亿 我要得到 个人五个亿的拥金 不 这不可能 决定不可能 如果到时候大阳集团 有能力贵还贷款 那我们不是配方吗 有谁比我更了解大阳集团 你别看大阳集团做了这么多 五十个月 那结果是怎么样 偿还不了 到时候我要的不是钱 你给我价值五个亿的项目 那不就可以了吗 好了 OK 抢架了 知道了 老板 刚刚上海的通案电话 家在说什么 他说肖静云在上海快盯不住了 哼 肖雅身这个老狐狸 来到台湾又不肯露面 把上海的锅水 还记得你一个人喝 你家头还说 我们越是大胆加快收购 肖雅身那边的资金 又不敢轻易抛出 现在正是比勇气跟胆量的时候 看看谁更敢以命相搏 心思好赌啊 家的说话比吹气还容易 他能比我更了解肖雅身吗 肖雅身整天扎户着西境大上海 他根本不会放弃台湾的根据地 要是这样的话 可就苦了肖静云小姐了 家的有没有说 静云现在的心情 那还用问吗 猜都猜得出来 对了 老板 他让我提醒您 一旦肖仰山停止放水 这就说明他准备反击了 云天啊 你觉得肖仰山还敢继续放水 这个很难说 他可能已经发现了我们的意图 发现是 放心吧 我是你还能应付 这场硬仗 我一定要打 肖仰山做梦也没有讲到 我这一招鬼马强 正刺向他的心窝脸 我们跟班豪然 就不是鱼死就往破 我决定 从上海把资金调回来 我决定 叫金鱸回来 我决定 我决定 决定 我决定 你决定 你们 必担心 我决定 我决定